今天大盘在提彩股全线回调的带动下,两市大盘低开低走,盘中最低回彩2705点附近,随后银行拉升,平安银行盘中大涨,六个多点带动大盘反弹。 但最终因为没有量能,引发大盘回落,下午银行、券商、保险等金融股全线发力,石化双雄,工程基建参与协力拉升,带动大盘冲高,平安银行盘中攻击涨停,国家队的实力再次显现,护士盘中大涨25个点。 但最终因为大盘上工没有量能,尾盘再次回落,直发稿时,护士以下跌报收,盘面上,两市个股跌多涨哨,传播,5G概念,通信设备,电器仪表,酿酒,生态农业,奢侈品,维生素,日用化工等板块。 跌幅靠前,银行,破镜资产,仿制药,低市盈率,海南板块,深圳板块百元股等板块涨幅靠前,量市近27指个股涨停,11指个股跌停,创业板以下跌近0.5%报收,遭势弱于主板。 最近几天,市场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蠢蠢欲动,大家普遍觉得这是护盘资金行为,先是券商股的频繁异动,再到保险股的奋力拉升,直至今天银行股的全面上涨,应该说早上呼止,本来是向下要破2700点,结果以平安银行为代表的整个银行板块启动。 其有一家小盘的银行股,成都银行,还出现了盘中涨停,从涨幅榜的情况看,小盘银行股相对靠前,那些大型的银行股上涨之后一些银行股上涨,你可以当成是护盘资金的一,各有效组成部分,但是更多的还是市场,对估值的一种预期。 从相继公布的部分银行半年报表看,有一个普遍的特点,都是利润增速大于收入增速,要对这个概念做一下简单解释,什么意思呢? 表现在企业资产国模不扩大的情况下,利润在不断扩大,说明整个银行的运行效率是提高的,质量也一样同步上升,那么整体估值自然提升,这应该是银行股今天上涨的一方面原因。 既然银行股护盘了,尤其是平安银行全天成交了30亿资金,表面看有点撬动市场的节奏,但是从卫视的收盘情况看,整体效果很不理想,护制盘中最多的时候上涨23个点,可是快收盘的时候这个上涨,几乎被回落全部吞吃,这是一个不大好的现象,有点护盘失败的意思。 实际上不仅仅是银行股,前几天的券商股也是如此,资金试图想通过小盘的品种来调动人气,结果还是以失败而告终。 今天那些小市值的银行股拉盘,相当于小票的上涨一样,涨得快,跌得也快,指数恰恰跟从了这样的属性,才出现了盘中的快速拉高和快速回落的典型特征。 最后对盘面,总结一下,一,我记得早上的时候说了券商,必须要依靠大型有业绩支撑的品种拉盘,才是持续调动人气的法宝。 小票的上涨只会降低行情起来的概率,起的作用永远都是脉冲。 所以在后期我们注重护盘资金动作的同时,一定要继续关注大资金的启动方向,要看看大市值的品种资金的流入,是不是有持续性。 这是决定护盘资金能不能拖起大盘的关键,而现在基本上大金融里的不同板块普遍轮换了一遍,不知道下周还会启动谁来护盘。 说实话对这个我目前没有太大的把握,就当钱的护盘效果不算是很理想,就拿今天来说银行整体的体量如此大的情况下都冲高回落,真不知道,下周谁还能拖起来。 三,唯一值得庆幸的是,相关的数据显示最近,确实有资金在A股参与,可是这个体量没有办法恒定,单从启动金融股的小盘股,看资金的底气似乎并不是很足。 这个意味着后市大盘还是以横向震荡为主,今天大盘冲高回落,主要原因,一是大盘上攻没有量能,二是大盘在2750点上方压力较大,就目前看,下周大盘还有回落,向下回踩2680点附近。 但只要不跌破2653点,大盘还有再次上攻2750点附近的机会,主要是大盘周线指标还是下行,后期主要任务就是盘整修复周线指标,直到五周均线走平,大盘才有上攻向上的希望。 但一旦大盘向下跌破2653点,大盘将向下回踩2600点附近的支撑,所以,大家还需保持谨慎,操作上,今天大盘拉升,建议大家减仓观望,后期依然以观望为主,等待大盘回踩以后的机会。 感谢观看